现在这个动作主要是训练我们的上球 那肩膀部分也会一起带到 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式的训练 做这个动作的话 要注意你的肩膀的位置 还有下方的位置 不要太下面的话 你的肩膀的压力会承受比较大 目前是爱丽丝健身馆教练的高云台 学生实习在金融商工篮球校队 接触到重训进而热爱健身 练出一身肌肉线条的他 为了参加全国赛准备了半年 一周六天每天花三个小时持续不断训练 还要加上饮食控制 基本上训练的话会是一天大概三小时左右 然后分重量跟激烈训练 还有心肺有氧的训练两个部分 一周大概是练六天 练六天然后休一天 还有一个部分会比较困难的 主要是在饮食控制的方面会比较需要去执行 因为这部分的话不单单只有训练而已 在你的饮食的部分也要很严格的去做这件事情 没想到在比赛前两周却碰到了国内疫情爆发 所有比赛停办连健身房也关闭 高云台不放弃 在家不断自我训练 连水桶砖块也能成为健身器材 上个月疫情趋缓后 全国健美比赛改为线上视讯比赛 首次参赛的高云台一举拿下全国健美比赛冠军和公开赛亚军 坚持终于开花结果 蛮特别的毕竟是台湾第一次办线上这个比赛 对 这三天有什么比赛 虽然在疫情那段时间其实很多压力 但是这个比赛毕竟准备蛮久了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高云台表示健身这项运动最吸引他的地方在于一个人 有场地有空间就可以练习也比较安全 希望透过他的例子鼓励更多人加入健身行列 定期运动让自己内外都健康 记者张祈腾新终报导 再见 Literally 你们把一片都健康都放变关粉 你就 operational就好了 记者